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 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 盼望我的声音是够大的 因为如果我再调一点,可能就会报应了 好,弟兄姐妹,大家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如果你听得清楚,你就打上零 非常清楚 那我就继续今天 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明书记第十八章 明书记第十八章 我的主题就是服侍神的责任和祝福 那么当这里我们讲到服侍神的话 这个是指立位人跟祭司服侍神的责任以及祝福 好,那我们来看明书记第十八章的全员 那么这里讲到说 前两章我们就发现了 立位人有一群立位人 就是可拉党 非常谢谢弟兄姐妹的回应 那我知道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来分享 那么前两章 就是身为立位人的可拉党 大家知道可拉党其实是一群的立位人 是一群不服摩西亚伦 然后呢就毁谤摩西亚伦的一群的立位人 那么当然他的领袖是可拉 所以他就带头 带了一群人 他们主要针对什么问题呢 就是针对亚伦被检选 怀疑或者是质疑亚伦 为什么被检选 而不是他们 为什么一定要 亚伦可以被检选 那么我们呢 他们就质疑亚伦的 祭司的职份 或者呢就是上帝呢 设立亚伦这个职份 存的质疑 所以呢 不只是立位人起来 跟可拉党来反叛亚伦摩西 他们这种反叛 这种背叛也煽动了几乎 几乎就是说 那个百分比是非常高的 就是几乎所有的百姓 都一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 那么后来呢 上帝就怎么样 亲自的 亲自的 大家还记得第16章 上帝就亲自的来审判可拉和他一党的人 那上帝用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吗 上帝就用这个地开了 开起来 把可拉他们一党的人就吞灭下去 所以本来呢 也在反叛亚伦中的百姓 就是这些 这些各个自派的百姓们 因着呢 上帝审判可拉一党之后呢 他们本来是自欺高昂的 哇 一起反对 为什么 为什么自欠亚伦 为什么自欠摩西 而不欠我们 他们都自欺很高昂 但是呢 一旦看可拉党被上帝审判之后 他们马上从自高的态度 落到自连当中去了 所以呢 他们才在十七章 就很担心他们的生死 他们就说 凡爱经耶和华掌务的是必死的 我们都要死亡吗 他们就开始很担心了 那后来呢 百姓也开始知道自己的错误嘛 而他就开始知道 原来他怪错人了 他就开始担心起来 担心什么 不只是担心他的错 现在他们担心 他们是否能够生存下去 会不会被神审判 以至他们死亡呢 现在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些事情 但是呢 其实我们的上帝也是有此爱的 他后来为了这件事情 他就行了神迹 他就行了神迹 什么神迹呢 他就叫以色列人 每一个自派带来他们的账 账是什么 账是代表全病 各位一起说 账是代表全病 所以呢 你们怀疑嘛 怀疑亚伦的全病嘛 所以现在每一个自派 没有一个人 可以避免 就是每一个人 好大家 因为是你们全会众 都非常不服嘛 好 既然你们认为你们的领袖 都可以被解写 那么你们就拿你们的账来 然后呢 摩西就放在神的夜归的前面 过了一天 啊 既然 亚伦的帐 发亚 结 这个 结出这个熟性来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这件事情呢 就选明了 只有亚伦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 一样事情就是 祭祀这个职份 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可以当的 对啊 有时候很多人讲 哎呀牧师讲道 我也会讲道嘛 是 你也会讲道 但是呢 牧师是神特别拣选 出来服侍弟兄姐妹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 讲道 可以分享 但是呢 有时候 上帝特别拣选某一些人 来特别做他的工作 所以呢 这里给我们看到呢 上帝要带出的一个信息就是 不是因为你就是另一位人 那你就可以当 不是因为你是以色列人 那你就可以当 神特别特别 告诉大家 他特别拣选亚伦 还有亚伦的子孙 就是亚伦的儿子们 来证明 亚伦是神所拣选的大吉士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呢 这里有两个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另一位人虽然在灰幕服侍 但是他的岗位不清楚 他对自己的岗位不清不楚 当你对你自己的岗位不清不楚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很不满了 所以他开始质疑亚伦 为祭司的岗位呢 他在想嘛 你也在灰幕服侍 我也在灰幕服侍 为什么只有你 你当祭司 大祭司 吩咐我们做事情 对不对 不公平嘛 他可能认为不公平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讲到 我也可以讲到 为什么你能够在台上 我不能够在台上 那可能 他就开始可能质疑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有时候可能你会质疑 你教会的领袖的 这个神所设立的岗位嘛 会觉得会不会是人自己的意思啊 显出来的 但是神就亲自的来告诉他不是人的意思 是他自己来捡血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百姓们对祭司和立位人的服侍 在他们的职责不清不足 他们以为说每一个人在灰幕服侍呢 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公平嘛 但是因为他们不清楚 是虽然立位人都是在灰幕服侍 其他的部分 其他的另一位人是负责其他方面 所以因为这样他们不清不楚 以致他们就很容易受可辣一党人的影响 来背叛 原因是什么 他们不够惊醒 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清楚哪一个牧师 哪一个传道的岗位是什么 那么我们就会乱了 所以教会呢就是领受的岗位啊 谁负责什么 谁负责什么 一定要很清楚 这个就是教会管理里面 非常重感一环 有些教会的管理呢 没有清楚的话呢 教会就很难成长 教会就不清楚谁负责什么 谁负责什么 不清不楚 然后呢就会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因为岗位不清楚 职责不清楚 就吵起来 这么你做我的工作 我这个工作是你的 我这个工作是你的 是你应该去做的 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闹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内容 首先呢因为这种情况底下 上帝为了 上帝除了解决平行这件事情之后呢 他要呢 针对问题 他不只是指标 他要指这个根 这个根本的问题在哪里 他就要指了 所以呢他再一次的重述 基斯和立卫人 两者之间的责任 给立卫人你们的责任是做什么 大基斯的责任是做什么 所以你们要清楚 你们两个人的岗位都很重要 但是呢 你们两个人的岗位很重要 但是都有自己个别 中药所负责的地方 然后你们两个人也要一起配搭 OK 好他这里就说了 他叫耶和华对亚罗说 你和你的儿子 他就说 你和你的儿子 并你本族的人 这个是指立卫人 要一同单单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 也要一同单单干犯圣子的罪孽 然后第二节说 你要带你的弟兄立卫人 因为亚罗也是立卫人的 那么说 就是你祖宗自派的人 全来以他们联 以他们以你 使他们以你联合 联合来做什么呢 联合一起服侍 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法规的账目前公子 他就讲很清楚了 全部要一起跟你联合 一起服侍 但是 唯有你和你的儿子 怎么样 一同在法规的账目前服侍 就是这样 所以呢 第三 他们要所所分布你的 并所全账目 只是不可哀尽身所的曲举和谈 免得他们和你们 都死亡 他们要与你联合 也要看守会目 办理一切的事 使外人不可以哀尽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呢 亚伦和他的子孙 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呢 掌管呢 账目 来到法规的面前 然后呢 这个立卫人呢 不是呢 掌管圣所里面的 去取和谈 他们只是看守会目 大家必须要了解 这个账目呢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外宴 这是统祭坛呢 外宴这个地方 许卓鹏这个地方 然后进到呢 圣所 圣所有 清灯台 橙色饼座 还有这个香坛 OK 然后呢 在精气 这个自圣所 自圣所里面 Holy of Holy 那个只有法规或者是夜规 所以你看哦 外宴是立卫人 然后到圣所是祭师 然后到自圣所是大祭师 所以这个要很清楚 所以立卫人不可以进入圣所 然后呢 在圣所服侍的祭师 不可以进去大祭师 进去的自圣所 所以分得很清楚的 就好像教会 每一个人可以服侍 每一个组长都可以做教导 OK 但是呢 可能教会的门讯是教会的传道 在负责 但是可能一些重要的事情 比方一些重要聚会出来讲话的 就是祖罗牧师 这是大概是 给大家了解大概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里就说呢 很特别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过去神讲话 都是透过摩西来向亚伦讲 但是今天这段经文 是特别神直接向亚伦讲 第一节奏是说 耶和华对亚伦说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里呢 所以他对亚伦说 然后说我不是对摩西说 这个我是上帝 上帝没有对摩西说 上帝是要直接也很清楚的对亚伦说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牵涉到亚伦的事情 是牵涉到祭司 也换句话说 神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对圣所的事情 清清楚楚他们的工作 以及他们的所负责 所以要告诉亚伦说 亚伦说 亚伦这是你的工作 你清楚吗 所以他的工作主要就是要 单单干犯祭司任职的罪你 就是说呢 你要负责 有些东西是你应该做的 你要做 你不能够叫别人代替你 别人也不可以代替你 如果要代替你的工作的话呢 就干犯了 所以教会里面 有一些工作是只有主人牧师做的 其他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做的 一定要主人牧师 因为主人牧师是教会的头嘛 好 接下来呢 他就说 你和你的儿子 并你的本族 这个本族是指谁呢 是指立位人 然后说 要单单干犯圣所的罪你 所以呢 这里其实就是很清楚的 他们的工作的岗位 好 接下来呢 老爸说 你要代替你的弟兄立位人 就是你祖宗自派的人 以他们联合 unite together 然后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法贵的障牧权公治 法贵的障牧权公治 就是圣所里面 法贵之前 就是金灯台 陈舍饼 香坛 这些 所以祭司都是在圣所服侍 但是 只有大祭司 以色列人当中 每一个季节 只有一位大祭司 没有两位大祭司 三位大祭司 只有一位 祭司可以很多 祭司就是亚伦的儿子们 都可以很多 亚伦子孙 但是呢 大祭司只有一个 所以呢 上帝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和立位人 就是他们本族的人 全部做和好的事情 不要再吵了 大家要好好的一起服侍 既然大家都是神的仆人 我们不要再吵 我们不要再闹下去 神就是要他们很清楚 让他们很清楚 OK 立位人你是负责什么 祭司你负责什么 大祭司负责什么 然后呢 告诉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要之间怎么配搭 对不对 这是怎么配搭 就是像这个教会 讲员是主的牧师 然后出来报告的 就是助理牧师 或者是传道 然后在台下 为弟兄姐妹祷告的 就是教会的去长 主长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每一个人的岗位都很重要 但是这些岗位都是 是彼此配搭的 彼此配搭 所以以福所书5章21节说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 怎么样 彼此服侍 当我们讲到彼此服侍的时候 就是带出一个意思 就是说 每一个人虽然岗位不同 但是呢 每一个人的岗位是不重要的 每一个人的岗位 虽然不同 同时每一个人的岗位 都是同样重要 不能切意 所以呢 虽然某一些的岗位 可能是在台前 就比方说 带领敬拜在台前 带领敬拜是在台前上面 因为赵大人是在末后 就不是在台前的 在台下的 那是不是表示 台下的服侍不重要啊 弟兄姐妹 你告诉我 赵大人的工作也是很重要啊 对吗 不是说在台前就重要 台下就不重要 两个都重要 只不过一个是在台上 一个是在台下 所以两方面都要彼此的顺服 然后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说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怎么样 彼此服侍 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 对不对 所以他说 若有人讲道 他就要按神的圣言讲 若有人服侍 他就要按照神的力量服侍 对不对 如果你是牧师 你讲道 那你就好好地讲道 如果有些人是做招待人的 那你就好好跟人家握手 欢迎人按照神给你的力量来服侍 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好让神在凡事上 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教会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的 好像教会每个机会 都有人拍照拍照 放在社交媒体 放在Facebook 放在Instagram 放在YouTube 做视频 这些都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他们 教会的社交媒体 就很难做宣传 对不对 很多很好的画面 也很难记录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彼得告诉我们 好让大家配打 好让神的事情 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即使你的服侍看起来 好像很小的岗位 但是不代表看起来小就是小 不是的 每一个岗位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可不可以你在留言区打上 我的服侍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 而是说 你们要 他们要与你雷和 也要看守会目 办理账目一切的事 第六节 我已将你们的弟兄 另一位人 从以色列中简写出来 归耶和华 是给你们为赏赐的 然后到第七节的后半部说 我要将祭司的认识 给你们当作赏赐 是奉我 好 那上帝为了避免他们之间 以后再纷争 OK 上帝就要做一些事情来平行 所以上帝就把他们之间的关系 弄得很清楚 给谁负责什么 谁负责什么 然后你们怎么配搭 给他们 所以很清楚很清楚 然后呢 就好好的完成 就让他们好好完成他们的服事 所以上帝就讲了 好你看你们要联合在一起 所以大家清楚自己的服事的 自己的岗位的 然后呢 你要很清楚 我就是你的祝福 我不能够没有你 然后你是我的祝福 你也不能够没有我 对 好我们一起来讲 我不能够没有你 你不能够没有我 所以教会的服事就是这样的 虽然教会的服事有台前 台后 台前 台末后等等 有看起来有大的 看起来有小的 看起来有重要的 看起来有不重要 但是在神的眼光当中 每一样都重要 我不能够窃少你 你也不能够窃少我 我要成为你的祝福 你要成为我的祝福 所以每一个人的岗位 都是尊贵的岗位 不分归贱 都是同等重要的 哪怕是教会在外面 安排人停车的 那个也是很重要 如果他没有安排人停车 没有保安的话 那教会的刺激就乱了 所以都很重要 所以即使与另一人两者之间的责任的配搭 都是非常重要 第二 这是第八节到三十二节 当我们忠心服事神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服事都很艰难 不容易的 在台上讲道 容易吗 也不容易 在台下做招的也容易吗 也不容易 因为我们要欢迎弟兄姐妹 虽然可能我们的心情那天 有时候心情不太好 但是我们来服事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祷告求主的帮助我们 心情要好转 要有骁勇 要迎接来新朋友们 所以我们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既然我们忠心服事神 我们服事神的公主也不容易 然而神是信使的 神也看到我们 这么忠心服事祂 所以上帝要祝福我们 要赏赐我们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真公平的 祂并不会亏待忠心服事神的人 所以你看到教会很多时候 都有感恩宴 就是慰勞宴 就是慰勞服事的弟兄姐妹 感恩弟兄姐妹 在一整年的服事等等 好 那我们看第八节 耶和华小义 亚伦说 我已将我的举计 就是以现在的一切分别为生的物 交给你尽管 因你收过高 这里就讲得很清楚的 亚伦 因为你收过我的恩高 所以这些东西都由你来负责 你要把它分别为圣 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当作永远的分 那弟兄姐妹 亚伦能够服事神 克勒 他第一个的奖赏 就是他有这个岗位 他是从中百姓当中分别出来 单单归为祭祀的 他的岗位已经是一个奖赏 已经是一个奖赏 那第九节 以色列人归给我的自身的物 公物 就是一切的属祭 属祭 属祭 其中所有存留的不敬火的 都为自身之物 要归给你的子孙 所以就是以色列人 献上的公物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应用在信业 这是弟兄姐妹的奉献 奉献给上帝的 一切的属祭 属祭 属祭 其中所存留不敬火的 因为当然有些有敬火 有些不敬火 唯有那些不敬火的 其中的都是自身的物 都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 所以我们看到 牧者的薪水 也就是弟兄姐妹的奉献 给奉献 弟兄姐妹的奉献 当然不是全部的奉献 都成为牧师的薪水 薪金 但是教会有教会 懂得怎么去管你 他可能有一些部分 就是来提供牧者的薪水 来提供教会全职同工的薪金 所以我们看到 神是公平公正的 我们忠心服侍他 神也必祝福和报答 奖赏我们 来十一节 以些人所献的祭祭 并咬祭 都是你的 我已赐给你和你的 而你当做永得的份 凡在你家中的 洁净人都可以赐 所以神吩咐凡百姓所献的祭物 都要给祭司和立位人 怎么样呢?做赏赐 他们可以享受神的份 所以上帝得的祝福 上帝得的祝福 上帝也会把他的祝福 来分给服侍他的人 所以神从来不会把我们人 服侍神的人 当成白白的服侍他 或者当奴隶 连家老公来服侍他 上帝常常把他的祝福 所以有时候我在服侍神 有时候弟兄姐妹 就祝福神的国度 也很奇妙 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 也特别来奉献 就要好几次 有时候我去到一些地方来 就是做一些 就比方说我们去一些 祝师礼拜 来服侍神的时候 就服侍这些家人 那么很多时候 这些弟兄姐妹 他们也拿奉献给教会 但是他们又拿到一个奉献来给牧师 那么很多时候我说 你已经奉献给教会了 他说 不不不牧师 这个是特别给你的 因为我们要祝福你 所以你看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 上帝的教会得到祝福 上帝也特别 透过祝福教会的一些福分 也分享给众心服侍他的人 因为神愿意与人分享他的丰富 以及他的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 祝师他们也得到奖赏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立位人 除了就像教会一样 大家爱教会的牧者 大家也爱教会的传道人 教会的同工 签字同工 他们也是有付出的 所以上帝没有亏待立位人 上帝没有亏待这些服侍的同工 像教会里面 一般的教会有教母同工 有传道 也有教会的行政 也有教会的前世同工 他也不是行政 他也不是牧养 但是他可能是教会的媒体的 他可能是教会的音响的 他可能是教会的总干事 他也没有讲道 也没有是行政 但是他可能是负责其他的 教会的maintainment等等 其实他们奉献生命给神的时候 上帝也会祝福他们 他们也是有得到祝福 教会有时候可能全职同工 像我们教会 每一年我们会有一个退休营 就是全职同工都可以一起的 去休息 有三天两月一个情况 去那边好好的休息 去到一个地方 好好的祷告 寻求神 所以我们都有同样这个福分 都会领导这些弟兄姐妹 所以只要是先生服侍死的人 无论是谁 上帝也会看顾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二十三节 唯独立位人要办会目的是 单单罪孽 这要做你们事事单单永远的定力 他们以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 注意这个字 他们在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 就是献给耶和尔为几记的 我以赐给立位人为业 所以我要对他们说 以色列中不可有产业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立位人不可有房子吗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一般的人都会赚钱来围绕自己的生活来着想 对吧 就像你们不是前世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要赚钱养活自己 这个就是等于像以色列人 一般的百姓围绕自己的产业来着想 那么既然上帝已经呼召这些人进入全时间 先生来服侍他 所以呢 神就不要他们围着他们的意识 去围着他们的产业来烦恼 既然立位人已经奉献出来服侍神了 所以神也不要立位人分心去围着他们的产业来烦恼 上帝要以色列人把他们的产业当中的十分之一 来献出来 来供养这些立位人 同样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 你们每一天工作赚起信金 赚起你们的工资 上帝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 来奉献给全职同工 来供应他们的需求 好让他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赚信服侍神 所以弟兄姐妹 供应全职先生同工的意识住行 是谁的责任啊 大家在留言请告诉我 是谁的责任 是全教会弟兄姐妹的责任 所以弟兄姐妹 倘若你来教会 你没有守十分之一 你没有奉献 那么你就等于 获取了神那些先生同工 他们的奖赏 所以为什么奉献守十分之一 守十分之一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十分之一的收入 都不是全部去到全职同工了 还有用到其他施工 福音施工宣教等等 还有教会的开销 教会的印作 但是呢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意识住行 都是由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 守十分之一来供应 那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接下来 因为 耶和华是立位人的产业 所以保罗才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述 九章十四节说什么呢 他说呢 教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 所以事奉使的人 他们必须仰赖神来养活 他们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接受他们服侍的弟兄姐妹 也要有责任 要确保这些服侍的同工 他们的家人都不会 都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忧虑他们的生活 所以只要教会的能力可以 教会的能力都要来供应 这些服侍的同工他们的需要 好让他们可以专心 而不会一直专注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的牧师 整天在想 要全部够用 要怎么样 他哪有什么时间 可以专心 来服侍弟兄姐妹呢 可能他的头脑 蛮头脑整天在想钱 他哪里可以思想 上帝的佛的事情呢 所以 这是我们的责任 要来看顾他们 要成为他们的祝福 所以我们 另外一方面 不是神的人 我也要劝告 如果你是全时间 服侍神的牧者 传道人全自同工 你也要专心的来服侍神 不要去围绕金钱 生活烦恼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你祷告 上帝就会透过人来供应你 我们应该更加专心服侍神 也不要去围绕这些烦恼 上帝是信使的 上帝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求你来帮助我们 服侍神 前世间 先生服侍你的人 包括我们是牧师 传道 先知同工 让我们对你的供应有信心 可能教会在财务方面 可能不足够 但是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丰富的 主啊 你必定有你的方法来供应我们 最重要我们相信 只要是你呼召我们 我们相信你们 主啊 你都会供应我们 主啊 也让我们身为弟兄姐妹的 我们要拿起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首十分之一 以及供应教会的需要 以及教会的传道人 全职同工们 他们都有足够的收入 以及可以专心的服侍主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也让我们 全世界的 或者是带子的弟兄姐妹 都可以好好的一起配搭 一起联合 来建立教会 主啊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祈求 Amen